上次跟大家講了移民三部曲 今次我跟大家講移民三種方式 什麼叫三種方式呢 第一種叫移民不移居 就是我直接拿到當地護照 但我不會去當地生活 坊間有什麼選擇呢 其實歐盟護照就是其中一個選擇 只要你肯給足夠的金牙 你很快就可以拿到歐盟護照 而且還不需要坐移民監和考慮原事 但如果你想我只是想移居 但我不想移民 那有沒有什麼種類呢 這就是第二種類 叫移居不移民 有什麼例子叫移居不移民呢 很簡單就是在泰國和馬來西亞 這些叫退休簽證 其實它叫移居不移民 因為它的身份只是一個叫居留退休的身份 你不會擁有當地的護照 甚至乎是永居的 所以你是不會享受當地的福利 你只可以在當地生活 享受你的人生 這叫移居不移民 最後一種其實究竟是什麼呢 先移居後移民 究竟這是什麼呢 就是平時我們很常用的叫什麼 英美澳加這些方式 就叫做先移居後移民 我先申請一個簽證過去之後 慢慢在當地生活 修復當地的移民要求 例如移民監和預言市 慢慢你就可以拿到它永居 甚至乎拿到它的護照身份 在歐盟護照來說 有沒有一個是最便宜的 那歐盟護照的最大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等於二十七 你拿到一本歐盟護照 其實你就可以在二十七個歐盟國家裡面 生活 讀書 和退休 享受當地福利 和當地人的身份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它會這麼值錢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會給一百萬歐以上的金馬去做這件事 剛剛我說了三種移民的方式 其實你又想要哪一種方式呢 根據你自身的需要再做個選擇 好 可能大家現在還有很多不同的問題想問我們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話 歡迎你Inbox Yahoo的Facebook page 小編收了不同的意見之後 就會交給專業人士 之後就會解答大家的疑問